二材洋服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草队街有很多间洋服店 但现在就剩下二材洋服这一间 二材洋服开业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楼高三层 底层就用来做门市 二楼和三楼就是制作工厂 而三维分道法 就是这间店铺制作洋服的一大特色 所谓的三维分道法 主要就是根据不同人的身形比例 计算洋服博位的倾斜角度 并且确定后服如何交汇 令制作出来的洋服衣袖 和腰间不易起奏行 后叉才德贴服 而为了方便制作 东主还自制作一些辅助工具 非常实用